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3D模型 那你可以看到像我們這樣子 比如說像各位平常你有一個 已經準備好一張 設計的圖片 可不可以長出一個厚度 可以啊 所以你的LOGO 你也可以像這樣長出一個厚度啦 當然LOGO你也可以有 不同的部分 做不同的高低 這樣就會更有立體感 那像這樣子我只有簡單一個平面圖 可是我把它長出厚度 我們之前是沒有材質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如果選到了這一張 把它長出一個厚度有沒有發現 前面就有材質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各位很 有機會可以用到的 那我們就找這一張有沒有 2D變3D的3D模型 我找到這個 好我一樣用POLOCHO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我在塗層這裡 一樣幫各位先準備好了我們的完成檔 就在這裡 所以我把這個關掉 這裡一樣有一個圓圖對不對 我把它按下去有沒有 就這樣這個圖 那你點到他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到3D面板這裡 除了從我們剛剛這裡 從選取的圖層 直接變 你也可以到3D面板這裡 有沒有 在這邊你可以變2D 3D的明晶片 也直接變成3D模型 這樣都可以 然後就按建立 好這個時候我就做好啦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但是他平面比較高一點 那我就把他移下來 用中間這個 對不對 是往下移 在調整 左邊 記得 我們還是一直強調 就是 你的什麼 透視角 要跟你 準備的 那一張 資料一樣 那這樣子呢 我再把他往後退 往後退 比如說往後退到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有立體了 那 預設他那個厚度會比較厚一點 所以你知道的 我們可以在 3D模型這邊 你點到這個模型 找到上面的 這就跟我們上次一樣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微調微調 好 這樣就沒有那麼厚了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呢 你覺得 我 這個 圖片 因為 我們變成3D模型 除了剛剛 明信片以外 其他的方法 基本上都會自動把我們打上這個燈光 有沒有 無線光 那 因為有打燈光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你看 這一張圖的顏色 有沒有跟圓圖有點不一樣的 因為他受到燈光的影響 好所以呢 你如果希望他不要有燈光的影響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除了你可以在這裡 直接調整燈光本身的強度 不要那麼亮 或者你把眼睛關掉 但是那也是一種 可是呢這樣子他反而變暗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真正希望他不要受到整個 燈光的影響 你就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場景這裡 把這個地方 變成所謂的 衛照亮倫理 有沒有這樣就跟他一樣 可是你用這個方式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你看 設定了之後 他就怎麼樣 燈光照下去 因為不受影響了嘛 所以就不會有影子出來 所以變成你影子要是假的 這樣了解 反正假的你們以前就會做了嘛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是 我們如果說你選了一個3D模型 你就可以像這樣簡單的就把它弄上去 那如果你 覺得我這個側邊喔 我想要怎麼樣 側邊我不要這樣灰灰的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喔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側邊 你看一下 我們上次 有沒有講過模型的材質 倒角的時候 圖書 圖書就是誰 就是中間那個灰灰的 那你現在看到前膨脹材質就是 原本的這一張圖 就是原本的這一張圖 好那 圖書材質就是中間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喔不要灰灰的 你可以直接指定顏色 也可以直接指定材質給他 有沒有 你可以這樣指定也可以 那我也可以從這裡直接挑你自己喜歡的 喔 就是 去 新增 紋理 你就可以找一張圖片把它貼上去 這樣也可以喔 所以 假設啦 我就先比較單純了 我就換個顏色 比如說我們想要看是黃的 好但是不能太深 好有點偏這個顏色 好 這樣子 有沒有這顏色就變了 而且是只變中間那一塊 所以你要 編輯 哪一個地方 因為這裡我沒有做倒角 所以他就沒有所謂的倒角的材質 各位還記得吧 如果你需要做倒角是不是來這裡 上次我們玩的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慢慢會發現說 原來我在風笑裡面做3D 好像也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前面明信片 3D模型 就是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你的 這個 圖片 就變成3D 他會自動把你把材質就貼上去 好所以給各位先試看看 好不好